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就没有谈到家族基也经营和人成 那是个家门的美丽 生活业 权力的美丽 谁有权 谁有权 比如我们看张荣发贤生 台硕这些 他哪里是财销人发财 他说谁有权呢 谁有权 有权就是你给他的肖他就有权 很多是空的啦 有名无实啦 就像当年的时候 那么我们奖金国学生 不管他叫什么名义 他就有权 比如说台硕里面 我认为长根管理学院也有万几年 我从台大退休 就是为了办长根管理学院 我们知道有事情 不是找什么总经理 协理这些人 找谁 找王瑞宇 王瑞宇是管理中心副主任 可是他每天可以做董事团 这边快值半 而且他讲的话算数 你什么副董事团 董事团 董事团 就跟人家说 是不是老板 王同胆是什么意思 王瑞宇说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不是表面上的那种的投协名义 所以看到名片 董事长 他是真的吗 跟他派代是董事长的 这种不变成情况啦 所以现在尤其是叫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凭什么都独立董事 政府要的都独立董事 我现在说独立董事很麻烦啦 所以我们都买了毛鞋和基业务鞋 我在一个美国上市三贵的公司 OCC公司 我们保了三千五百万美金 因为高起来 绝对不是个人能够赔上得起来的 这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将来也轻易会变成 政府派起来 这个很危险 大书记 大家一起会体会 会体会将来 因为现在是由公司老板安排 对不对 老板安排 你可以老板一笔口出去 你能够独立吗 你能够这个 会考虑社会的意义吗 考虑弱势吗 考虑这些吗 以后跟政判 政判就是我们回到大书记的时代 这个比较触及到政治的问题了 我就考虑 你看现在企业做老板的人 高坚层层 他都考虑问题 不是工厂的管理